希望各位能夠學習一些新的方法 來處理一些像比如說中文的一些大量文獻的話 那才有辦法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新的方法 毫無所知或者是不熟悉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 像我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希望統計 《紅樓夢》裡面到底哪一個人 到底林黛玉出現得多呢? 還是賈寶玉出現得多? 那關於這個問題的話 那有沒有答案? 你說老師那我可以問一下CharGBT 看有沒有OK 可以問問看 不過我好像也記得我有問過 但是後來發現 我記得答案好像是 CharGBT好像資料不足還怎麼樣 我忘記了 你們可以試試看 而且你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問CharGBT 但是如果他可以有答案的話 那OK 可是如果沒有答案的話 那不妨你就要自己做了 那要怎麼做? 這個當然後續我們會 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再跟各位談一下 比如說我要統計什麼? 某一篇文章裡面 某一個詞出現的頻率 就是數量 那你說這個數量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啊 不然他幹嘛一直講? 對,比如說像什麼 論語裡面到底 人意理智性 哪一個出現最多? 對不對? 你說這種 因為他提的多 表示說這個是他核心的思想 不然的話他大概沒一直講 OK 像孟子裡面講哪個最多? 像人意理智性 哪個多? 尋子也是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要怎麼去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以往我們在做一些比較傳統的研究方法 比較不太強調量化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要把它量化這件事實在太難了 為什麼? 箍頭太大了嘛 我剛剛講紅龍夢都一百萬字了 一百萬字怎麼? 當然如果你要小箍頭的話 也都是幾萬字 幾萬字對一般來說 這也是蠻辛苦的 所以最重要 如何可以把這些文獻資料導入到電腦 並且利用一些比較淺顯 而且比較不困難的工具 可以把答案找出來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結合像語音端 音編輯 App設計 當然我有別的課 然後呢 把這些東西結合之後的話 能夠盡量走出那個 就是人文學院的一個框架 能夠有一些新的東西產生 那當然 其實這個跟AI 未來也非常有關係 因為未來AI其實要找到答案並不難 但剩下就是說你要怎麼去實作 還要懂得創新 這兩件事我覺得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實作跟創新 就會有個新的東西出來 那個新的東西出來就是你的東西 OK 那當然 這個是一個理念 不過理念要實現的話 恐怕需要一個 可能找出比較重要的 所以第一個就以Sale 剛剛提過 那我們主軸會放在那個 證照考試題目的解析部分 那其中的話 通過前三類吧 所以前三類的話 基本上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基本函數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函數部分 不夠熟悉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到圖書館裡面 或者到YouTube上面有相關的影片 教學 你可以稍微先了解過 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格式設定的部分 也就是哪個儲存格 希望不同的底色、不同顏色 等等的格式的設定 這個的話 他就會考你這些 然後第二類的話就是編修跟列印 尤其列印要把它列印出來 那第三類比較難 就是要畫圖表 剛剛有提到 那至於Photoshop的話 總共我們可能時間也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把焦點放在那個 基本工具應用 怎麼利用Photoshop的基本功能 然後還有樣式 還有就是特效的應用 大概這些 那今天的話 大概開個頭 那其他的相關參考書目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可能應該圖書館有的這本 TQC Excel 2016 那這個題目 我在雲端上面給各位的題目 其實就是書本裡面的東西 當然建議你們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去找這個書籍來看 其實他好像有那個解答 那 Excel 部分是第一間 其他就是證照的部分 另外一個話相關工作其實蠻多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TQC官網上面 他有提到 如果你未來想要從事 某一個領域的工作 那你可能不只一張證照 你可能要很多張證照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那Photoshop的話 大概底下這些題目 這些圖其實是未來我們要做的題目 那最後的話 講一下有關就是說 那個評量的方式 那評量的方式的話 當然我剛好提到 就是這幾個項目 OK 總共的話就100分 然後其他的話 OK 那關於這學期的那個上課的內容 還有一些這個規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問的嗎 沒有 所以待會請各位 把102題的題目 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題目 最難的地方就是這裡 因為它題目設計有時候不太好懂 那當然你也不用吹毛求吃 那這個題目 我是覺得它其實也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它第一個就是會先做一個題目說明 這個題目說明其實不是問題 它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題目的背景 就是說呢 它是要分析什麼 常勝高爾夫球場教練 它想要分析什麼 1934到2009年 這個美國高爾夫名人賽 歷年穿綠夾克 其實就是第一名的成績 也就是說冠軍到底它的成績 到底是多少甘數 不過因為不打高爾夫 所以我也不太 大概知道一個規則 那四天的比賽中 前三天的成績 以五類 五分類的格式 就這樣子 然後來表示 然後呢 藍色十條 甘數最多 相關的 反正你大概知道一下 它有什麼 高於標準竿 平標準竿 跟低於標準竿 然後以這個符號來表示 那底下的話 就開檔 那這個檔案的話 作答須知 其實你們就是 記得把那個 範圍檔案 下載解壓之後 然後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EXD01 直接開起來之後 那你就可以針對 底下的設計項目 它這個總共有1到8類 然後你可能要花點時間了解吧 比如說第一題 第一題要做什麼 他說在第一列與第二列之間 差入一列 分別在C2 所以差入一列 所以那個就空白列 然後呢 分別在C2到E2 等等總共有四個範圍 然後輸入這幾個字 那這個可能要鎖動 然後再做合併儲存殼 把這些範圍合併在一起 並且做這些動作 輸入公式 所以你就變成說 你要一個一個分別完成 然後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們先把那個 第102題 第101題 第114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